大家好,我是素颜出镜的钟小姐 今天是伦敦时间的7月20号 然后我要做一期很久很久 大概有半年没做了吧 我要做一期秘密八卦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上个星期 这个星期7月15号到7月18号呢 是国内开会的时间 但是这一次开会的时间呢 很诡异的是在前面几天 就是15号、16号、17号这几天呢 就是央媒报道也好 还是什么新华社报道也好 报道这个开会啊都没有发照片 这件事情就特别诡异 然后当时呢外网就有很多消息传出来 说习总突然重病或者是什么中风 然后传得更离谱的 居然还有说他中枪的 什么留言都有啊 然后呢 因为现在不可能有任何的官方媒体 出来说这个事情 所以只能说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猜测和留言 那么到了7月18号 这个会议结束的这一天呢 然后又是新华社和央视这些国家的官媒呢 又突然一起发出来一条更加诡异的新闻 就是习总他在 最开始那些新闻的标题都没有时间嘛 就是说习总开了一个会 征求党外人士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意见 之类之类的 就这么一条新闻 但是如果你点进去那个新闻看到正闻呢 就会看到这条新闻 就是说习总他开这个会 实际上是在两个月前 也就是5月20号左右开的这个会 那么为什么到了7月18号 才在闭幕的这一天 才来公布 所以当时外面的这个传言就越演越烈 一直到今天 大概是三四个小时之前 我上海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条那个就是他的视频 习总的视频也是央视的媒体的那个公众号发的 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今天的习总的这个这个现身的一个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参加的这个越南总统还是总理 就是那个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越南那个总理还是总统 他不是昨天还是今天去世吗 那么今天呢 这个央视的这个新闻客户端发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习总穿了一身黑衣 然后白头发很多 然后他去了越南驻中国大使馆 也就是在北京的越南中国大使馆 来参加这个越南 我也不知道是总理还是总统 我记不清楚了 不好意思 来参加他的这个 叫什么 葬礼的那个仪式 那么这个视频就肯定是真的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出来以后呢 基本上可以确定呢 习总的的确确实在7月15号到7月19号 消失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他今天出现的这个央美的这个视频 到底会不会是 比如说是AI换脸 还是说是他的替身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领导人 他们都是有替身的 这个各个国家都是有的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没有办法确认 那么今天我要做的这个命理八卦的内容 是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的这个视频就是说 我看看了一下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线流盘 因为这个的话 就要看的非常细 我要准确的看到那一天 就是在7月15号的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刚才大概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盘排出来 大概齐的看了一下 那么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是现在是现场看啊 然后我就把我看到的东西呢 告诉大家 那我刚才大概预看了一下呢 我基本上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我的这个大概齐的结论 就是他应该的确是身体出了状况 而且我个人认为认为呢 他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那么详细的呢 我刚才就是几分钟速看了一下 就是大概知道是这么回事 但是具体什么情况 现在我就跟这个现场来看 那么我 因为看这样现场看的时候呢 我也就可以告诉大家 我这个看盘的这个思路啊 然后呢 我查到呢 7月15号那天呢 是农历的6月初时 那个日期呢 是假神年新卫月的更成日 那么我们排到他这个盘 以前我半年前 就是去年年底 也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做习总那个 当时不是说 他有那个一线癌的那个传闻吗 我当时做了一期 是1月底或者是2月初 就是春节之前 我做过一期这个习总的那个健康状况 然后当时我说过 他不是一线癌 而很有可能是脑溢血 我们俗称这个脑溢血 其实就是脑中风嘛 对吧 那么当时我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他的身体流血了 但是没有看到有外伤的迹象 所以当时我就判断 应该是脑溢血 就是内部出血 因为当时我说 有可能是脑部出血 也有可能是心脏出血 比如说冠心病啊 心脏病啊之类的 但是从这个 有流血的这个项来看呢 这个就是脑中风的 脑溢血的这个项呢 就更加的准确 这是我大概差不多将近半年前 做的那个 命理八卦的那个视频说的 那么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还是这个 去年是贵卯年 那么现在呢 过了春节已经是假成年了 就是实际上 那个视频说的是他去年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要看的呢 是他今年的这个流年流月流日 所以呢 他在这个六月初十这一天 也就是七月十五号 官媒这个这个开会的当天呢 是假成年新未月更成日 那么呢 在这个紫微斗树的 他这个流年流月流日的这个盘里面呢 就到了他的这个 更生的这个位置 大家也不用管 你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没有关系 待会我会把这个具体的结果 详细的解释给大家 那么呢 这个初十这一天呢 落在了他的深宫啊 就是紫微斗树的这个 更生类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呢 他的流月呢 这个流月是农 现在是农历的六月份 那么六月份呢 是落在了 我看啊 落在了哪里 落在了贵亥这个宫位 那么我们先从流年来看 那么假成年 在这个丙城这个宫位 那么假呢 假年破五阳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 在他 今年2024年的这个 流年宫位呢 他的画记 的奴府 跟我说白了 就是他的手下 那么换句话说呢 假成年 今年2024年呢 首先一个 他的那个 他不是这个 这个我们讲 他是帝王命吗 对吧 所以他如果是这个帝王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下面的 这个将后 什么 将相 群臣 所以今年他手下的 将相群臣 会更换很多 因为画记在那里 就会有很多的变动啊 这是从他的这个 今年的流年来看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刘月 刘月呢 刚才我说了 走到了这个六月 也就是贵亥这个宫位 那么 现在的刘月呢 是新卫月 对吧 新 新 学昌 那么新 那么哦 对 所以呢 他现在六月 这个刘月呢 刻的是谁呢 刻的是他自己 那个画记啊 在他自己的那个宫位 所以他这个月 他的身体熟悟状况也好 或者说比如说 他可能会经历车祸呀 或者是可能会天降横祸呀 什么什么的 都会印在他自己的身上 因为他这个月 农历六月也就是杨历的七月 他的画记是在他自己的宫位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 最关键的七月十五号 这一天的流日了啊 也就是开会的那个第一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整个国内的官媒 在七月十五号到七月十九号 都没有 就是发新闻的时候 都没有这个 开会的这个照片啊 我看看 那么这个是 因为当时我看到 网上的那个新闻了 就是很多就是 直接是一个字幕 就任何连会场的照片都没有 很奇怪啊 所以当时外界的传言 就是说 也不是说空穴来风 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肯定是有事情发生 所以才会造成 你想全国开大会 这么重大的一个官方的事件 怎么可能连张照片都没有呢 对不对 视频也没有 对吧 也没有习总当时的这个 出席这个会议的视频 所以这肯定不正常了 对吧 那么 到了七月十五号这一天呢 流年化季的那个方位 居然又是他的胸有功 就是说他流日的那一天呢 假成年的这个 年的化季 化入了他的疾病功位 所以呢 我 基本上是可以确定 他的确是那天 要不然是脑中风 要不然是脑溢血 就是 我觉得 不一定流血了 但是更多的像 可能像是中风的症状 或者是心脏病 对 七月十五号这天呢 他要么是中风 要么就是心脏病 但是我看不到流血的迹象 所以就跟我 一月底二月初 那次看的不太一样 就是一月底二月初那一次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性 是脑溢血 那么七月十五号这天发生的事情呢 更像是 要不然是心脏病发作 要不然就是脑中风 他中风不一定要流血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嗯 然后呢 那么我为什么看到这个流日的这个像 然后刻到了他的这个这个胸有功呢 所以 更加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七月十五号 从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流日的这个盘来看呢 更像是他 他在开会的时候 就是他去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 他是没事的 他是健康的 但是在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 他的胸有 呃 就是这个我们 我们讲这个胸有功啊 他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比如说他特别好的 呃 好朋友 呃 如果是在公司里面 一个公司里面呢 就比如说 他是老板 他是CEO 对吧 那么这个胸 胸 胸 胸弟功呢 就相当于是他的部门经理呀 呃 或者是副总经理呀 或者是财务总监呢 就是这个这个级别的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呃 那么 奴仆功是什么呢 奴仆功就是更更下面一层的 比如说还是说 他是这家公司的呃 CEO 那么刚才我说了 那么胸弟功呢 就是他的那个部门经理呀 财务经理呀 或者是什么 呃 COO啊 CFO啊 就就就这些 都是他的兄弟功 那么 奴仆功是什么呢 奴仆功呢 就是比如说 京东 他可能有一个总裁 然后他可能有十个这种副总裁 或者是各个部门的总经理 但是他下面会有一万个呃 跑这个这个送快递的 京东小哥 这一万个京东小哥 就是奴仆功 明白了吗 就是相当于是干活的 实际干活的人 就是这个奴仆功 那么 在7月15号那天 也就是开会的当天 他画剂画在哪里呢 他当 其实他当天留日的画剂 并没有画在他的疾病功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的这个突然的心脏病突发 或者是脑中风 并不是因为他的本身的身体的健康原因造成的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他那天的画剂是画在他的兄弟功的 所以我可以确定 比如说啊 他开会啊 比如说有3000个人大代表 不是这3000人大代表的事 因为我刚才我说了 就像一家公司一样 那么奴仆功 就是这3000个人大代表 或者说是具体干活的人 或者说是那个 就是 叫什么 就是 就是 仆从嘛 对吧 那么 他画剂画在他的兄弟功 他的兄弟功就说明什么 就是他的常委 或者说是他们那个领导班子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就是说 习总他本身 他不是 他不是主席吗 还是叫什么 总书记啊 对吧 那么 导致他 导致他那天突然心脏病突发 或者是脑中风的 不是那3000个人大代表 不是那些举手投票的人大代表 而是他的领导班子 我不知道 因为我 我对那个 就是国内的那个政治 那个 那个 那个结构啊 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懂 反正就是 他那个领导班子 好像是有十几个常委 还是 什么 我不太懂啊 反正就是他 就是 换句话说 导致他出事 心脏病突发 或者是脑中风的 是坐在台上的那一批人 比如说那有十个 或者是二十个 什么常委了 什么这个那个的书记了 之类的 我不太懂啊 就是说是跟习总坐在一起 坐在台上开会的那些人 而不是坐在台下的那3000人大代表 明白了吗 是台上 有人 我不知道到底是说了什么 还是提出了什么提议 还是比如说 习总宣布什么政策 然后 呃 台上的 这个 换句话说 就是他的左膀 六臂 突然有人 也不能叫逼宫 也不能叫叛变 但是就是可能他提出了一些异议 或者是反对票之类的 但是肯定是有 习总没有 意想到的 就是 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而且是在他的这个 左膀右臂的这些 十几个 就是高层 领导人物 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 攻斗或者拳斗之类的 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不知道他们分几个派系 比如说三个还是五个派系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 导致习总 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突发的 在7月15号当天 呃 突发这个这个疾病的 并不是习总本身的疾病原因 而是因为台上有人 提出了异议 提出了反对或者 呃反对票 或者是当场 有发生 呃 内斗或者是 逼宫的事件 这个我基本上是 可以看的很清楚的 而且 我还可以说的是 我看一下他那个 那天是 而且那个人的话呢 他应该 就是说 发 发起 不能叫他发动 成变或者发起什么 就是至少发难吧 或者是至少是拒绝同意 或者赞成 习总提出来的某一个 呃 决议之类的 就是他 比如说他当场就 说啊 我不同意这个决策 或者说我就不举手 那么 就是我不知道具体 有多严重啊 这件事情 但是就导致了习总 呃 突发心脏病 或者是突发脑中风 呃 这两者 持终了一个 但他应该没有流血 我看不到流血的迹象 那么 我现在描述一下 这个发难的这个人 他是什么样子啊 首先一个 他身高不高 他可能 嗯 我觉得他 最多 一米七五 七六 不得了 最高最高 最多最多 他一米七五 或者七六 不得了 那么更多 我觉得更加可能 他应该是在 一米七二七三的样子左右 然后呢 他本身就是偏胖啊 然后应该有点肚子 不过说实话 那些领导 都会有点胖吧 对吧 都会有点小肚子 然后他的脸型是圆脸 呃 而且他的皮肤 嗯 比一般的 就跟他同年龄的 或者说是同样的人 稍微偏白 肤色偏 偏浅一点点 但不是说特别白的那种 只是说跟他同龄和 呃呃 同样一个地方的人来说 他的肤色是偏浅的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他平时 呃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 就是他突然在这个 开会的第一天 发难的这件事情的话 嗯 就是说 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他 就是说他 平时更像是一个笑面虎 就是大家平时都可能都会觉得 他很亲切 然后为人也有很友好 然后也从来都不会得罪人 呃 然后就是个好好先生 然后什么事情也不管 呃 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乐得清闲的 这么一个人 他平时给人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在开会的当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就变成了那个发难 然后 我不知道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 就是我不太清楚 是他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还是他们有一个小的 三三三五个人的一个小的集团 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看到的是呢 应该除了他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发难的这个人啊 我说了刚才我都把他的身材 样貌肤色什么的都说得很清楚了 包括他平时的笑眯眯的这种性格和脾气 就是谁也不得罪 谁都不讨好的 呃 谁都不得罪的 到处讨好的那种 他平时是这种 给大家这种 而且是什么都不管 就有点像薛宝钗的那种人物 你知道吗 就他是这样一个人 呃 那么具体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说了 他肯定是在台上面坐着的 那那二三十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 呃 而且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还是蛮重要的 就应该是他 这个习总他那个领导班子 比如说有十五个核心成员的话 那么他应该这是这十五个核心成员中的一员 啊 他是比较高的位置的 但他平时是从来不得罪人的 而且就像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笑面虎 他平时是免里藏真的那种人 就是你看不出来他的实力和他的呃 城府实际上是很深的 他是这么样一个人啊 那么我看到呢 我不确定他到底是有一个呃团队 还是说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他们内斗之间有不同的帮派之类的 但是我至少看到呢 他至少有一个同谋啊 那么这个同谋呢 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他比这个就是出来发难的这个笑面虎的权力要大很多 而且他的这个同谋 这个人 他是非常很心狠手辣的一个人 呃他呢身高也不高 呃然后呢 我能够说的是他不是很胖 就也但是也不是很瘦 就正常正常正常身材 然后他的牙齿应该是有 要不然他香过牙 要不然呢就是他牙齿 比如说有缺陷 比如说四环素牙 或者是很黄的牙齿 或者说是他补过牙 呃反正他牙齿不是太好啊 然后呢 嗯还能够看到呢 这个人他的这个口才很好 他平时就是如果开会的话 他可以脱口成章的那种 就是他可以不用演讲稿都能够发言的 那么是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是一个当权派 他手里是有实权的 呃这个人呢 应该说是一个狠角色 但是说实话 从政治的这种筹谋上呢 刚才我说的那个笑面虎呢 其实城府很深 所以他们俩合作起来 嗯就互相的取长补短了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我看不到其他的人 但是我至少确定 至少有两个人参与了这个事件 不管是攻斗也好 还是逼宫也好 还是发难也好 还是投反对票也好 至少有两个人参与了这个事件 而且是一鸣一鸣 鸣的是这个笑面虎 鸣的是那个掌握实权的 牙齿不是很好的人 嗯 所以 而且我认为这个笑面虎是 受到这个 掌握实权的这个 城府很深的这个人的指使 才会跳出来 对这个习总发难的 然后导致习总 相当于被后面一个人 捅了一刀 或者是笑里仓刀 所以 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 是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才会突发要么脑中风 要么心脏病 而且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病情呀 我看一下啊 这个病情就不能按当天看了 刚才我说完了刘日 就是在7月15号的当天 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的 当然我说了 这是八卦 你们信则信 不信也无所谓 反正我 这是我在他的盘上看到的 可能 我不敢保证准确率 但是我觉得应该 80%以上都是准确的 但是我说了 我说的这些 你永远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证据 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任何的证据 说明到底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们都绝对不可能 在任何国内的官媒上报道出来 这是肯定的啊 但是我看的是很清楚的 然后呢 现在我看一下啊 就是他 就是习总当时就是因为 这一个人 或者是这两个人当时的当场发难呢 然后他突然身体出现了状况 那么现在我要看的是 所以他当天的那个会议啊 他都没有参加完 然后他可能中途就已经被送到 直接送到医院去急救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 官媒都没有 报道 不管是报纸报道 杂志报道 还是电视报道 都没有这个开会的这个这个照片 有没有视频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看不到这个 这个国内的电视台 但是反正我看到网上的消息 都是说 所有连新华社 发出来的这个这个官方消息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标语 都没有现场开会的照片啊 然后我听说的是在7月18号 闭幕的那一天呢 央视终于发了一段这个视频 但是网上呢 有非常牛的人 就就用那个视频呢 一帧一帧的看 居然能看出来 那个那个视频 不是闭幕式 7月18号那天的视频 而是7月15号开幕式 刚刚开幕 还没有坐下来开会的时候 拍摄的视频 就那个时候 习总还是健康的嘛 我说了这个发难 然后导致他这个疾病突发 是在开会的中间发生的 所以说呢 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么到7月18号 你闭幕还不发视频 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央视呢 就用了7月15号 在开幕式 开会的当天的开场的时候 就习总还健康的时候 拍的视频 来挂羊头卖狗肉 来充当这个闭幕式的视频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那个刚才我看到 有的网上的有 专门那个搞视频的高人 那么一帧一帧的分析出来的 而且他当时说 他说这个闭幕式的视频 所有的领导人和台下的观众 穿的衣服 跟那个开幕式的 那天的那个视频 是完全一样的 他说这种概率几乎是零 就是你开幕式和闭幕式 所有视频里面的人 穿的衣服全都一样 你觉得这可能吗 所以我觉得他分析 应该80%都是 都是都可能是真的啊 anyway 就是我现在要说的是呢 那换句话说呢 习总自从开幕式那天 突发脑中风 或者是心脏病 被送到医院去急救以后 他应该是就是说 在医院里面被抢救了 或者说是 至少在那里住了 好几天的院 那么有没有被囚禁 或者是公斗 或者是什么政变之类的呢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知道了 因为刚才我说了嘛 那么今天他出席了 这个越南 驻中国大使馆的 这个调研 这个越南总理 还是总统的这个活动 所以他本人已经露面了 而且他目前看来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 是他本人的话呢 那他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那么今天是20号 换句话说 他在医院里面躺了 将近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他现在身体已经 基本上恢复正常 至少可以出门走路 可以去吊咽了啊 那如果是急性性方面的话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而且如果是急性脑中风 他输了几天的夜 基本上也是恢复了啊 只不过呢 我不能确定的什么呢 就是说今天去参加这个 越南大使馆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他本尊 还是AI换脸 还是他的替身 这个我们谁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因为他去调研 又没有他讲话的视频 因为他 不过说实话 现在AI技术都这么发达了 就算是他讲话 他也可以用他原来 习总原来讲话的声音来 编辑你知道吗 所以 这个就不说了 我接着看啊 就是说看他的病情 在过去的这五天时间里面 是个什么情况 那么这个呢 我就要回到这个刘月来看了 看他这个月的情况 这个刘月 对 因为六月又是到了 他的今年的这个疾病宫 所以的确是 就疾病出了问题 但是我说了 他虽然现在是六月 到了他的疾病宫 他的确身体会出状况 但是引发这个疾病 出身体出状况的 并不是他的疾病本身 而是他的兄弟宫 也就是他的手下 也就是他身边的左膀右臂 而且是高层的左膀右臂 发难 才会造成他突发的 身体健康状况出问题啊 他现在十年的大运呢 又化际在他今年流年的这个疾病宫 我基本上可以99%的确定 他7月15号遭遇的这个身体突发的状况 99%是他的属下 就是他的兄弟宫 就是他的左膀右臂 那十几个常委当中的人造成的 我现在基本上可以99%的确定 因为他们两个公位 在两个位置都重合了 所以引发他健康问题的 就是他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平时特别信任的人 但是肯定是他的 那十几个常委 就是十几个最重要的 权力高层机构的 那么其中的至少有两个人 那么至于他们两个人后面 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利益集团 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说比如说他 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啊 比如说他一共有十个人 那么比如说他们十个人 分了三个党派 或者说三个利益集团 那么我不知道除了那个 出来跳出来 发难的这两个人以外 另外第三个人 或者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有没有出现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可以看到的 至少有两个人 一个是笑面虎 一个是当权派 刚才我已经详细的描述了 他们的身高相貌 还有性格喜好了 还有特征 现在我要看他的 这一个星期的病情 恢复的如何 现在呢 应该基本上 大体应该恢复了 应该恢复了 就是从15号到 他今天20号出来 或者说 那个人是他的提升 他现在还在医院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的 不管他现在是人在医院 还是已经可以出来 自由活动了 他的身体 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就是他其实是 即使在今天 7月15号发病之前 和1月底 2月初 那次他发病之前 他其实身体 一直是有慢性病的 我不知道具体是 比如说三高 或者糖尿病 或者心脏病 或者是 什么心血管疾病之类的 就是他 他一直是有 这个基础病的 习总他是 一直有基础病的 只不过呢 今年年初发作了一次 不不 贵某年 就是去年 农历的年尾 12月 大月的时候 发作了一次 那么现在呢 就是农历的6月份 又发作了一次 但是我说了 这一次的发作 是被人家给气的 但是也算是疾病 所以呢 换句话说 他的这个慢性病 或者说基础病 这个病根是一直在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根的 比如说你如果一直有三高 或者你一直有心脏病 或者你以前就有脑中风 那这些病都是慢性病 你知道吗 去不了根 去不了根的啊 我觉得他 我今年年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1月份 2月份的时候 做的那个视频 我已经说了 我说他今年和明年 都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现在我仍然坚持 就是说 我看不到他今年和明年 有生命危险 但是呢 就是说 健康问题是肯定有的 而且我 半年前 做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当时就说过 他2024年的身体健康 会有很复杂的状况 我当时说了 有空阶级 加一块嘛 很混乱嘛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 他今年的身体健康状况 会非常的复杂 但是不会有生命危险 他应该 人是活着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能不能出来 继续主持国家的 大事 日理万机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 就他的身体状况而言 其实他是不应该这样子做的 那他如果非要强撑呢 他也可以 但是就是会对他的身体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 因为他今年的健康啊 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今年的健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看一下他明年啊 明年也不好呀 他今年2024年和2025年 他这两年 他的疾病功都是很差的 而且都是有事情的 而且明年那个出血 明年那个会出血 所以明年那个 比如说脑出血之类的 还会更严重 这一次我看到了 我说了只有脑中风 没有脑出血 所以我个人建议 习总应该休息 但是呢 目前我看到的呢 我不确定 7月20号这个出来的 是不是他本尊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不管他现在人还在医院 还是说今天出来的就是他本尊 他的健康状况 在今年和明年 都是不容乐观的 虽然他能够保命 他能活 但是他的健康问题很大 我建议他能休息则休息 不能休息呢 也最好把那一活 交给手下人去干 但是说实话 他现在手下的群臣 又在这跟他逼宫的话 这个他就比较难办了 所以我很理解 他现在的处境 那没有办法呀 你想他也70多岁的人了 他今年都70几了 72了 虚岁72 对吧 10岁71了 他都70多岁的人了 还要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做 那肯定啊 没病也得给累出病来呀 好 这就是已经半个小时了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看的这个结果了 然后我刚才已经把7月15号那天 到底发生的什么 已经非常详细的说了 而且我也说了 他今年和明年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他的病 病情或者是健康情况 一直都不容得关 我个人建议他多休息 少工作 但是如果他 非要日理万机 那谁也没有办法 那么明年他的健康状况 会更加的糟糕 会恶化 但是不会有生命危险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了 大家再见 再见